好馬上來帶您關心 柯文哲的政治現金風暴已經延燒超過一個禮拜 而今天在柯文哲出門上班之前 台灣國的抗議團體是來到柯文哲家門口前 喷上七個大字柯文哲一家兜賊 而且呢他還刻意選在柯文哲原定要出門的七點半之前 就來到這裡等候 不過今天柯文哲其實是比較晚出門 大約八點半才出現 所以環保局人員也趕在柯文哲出門之前 就已經火速把這裡喷上黑漆 但是呢這個痕跡還是相當的明顯 不過柯文哲今天面對政治現金的爭議 依舊一句話都沒說快閃離開 我們一起來聽 柯文哲怎麼看外界都要看直立委嗎 主席現在是不是沒有要讓黃先生來查證 要找出第三方的單位呢 菁姐想問剛才的PO文啦 剛才那個... 喔喔喔有 你確實有看法是不是這樣 好可以看到柯文哲不論是面對大家問他 太太看一點而已豪宅的事情 還是說在這次政治現金風暴當中 有沒有希望黃珊珊主動請辭 柯文哲是一句話都沒說快閃離開 而今天呢早上在這個醫院沒有診的陳佩琪醫師 也跟柯文哲今天一樣一起罕見的一起出門 但是呢近期呢他也被爆料說是有在這幾個月之間來看這一點而已的豪宅 稍早陳佩琪在臉書發文證實說他的確近期三四個月都有在看房子 就是要幫這個兒子來密婚房 那他也坦承說其實是想要用這兩間老屋來換一間豪宅 那還透露說想要買在林夷街 因為這裡的這個八卦鎮可能會讓記者比較找不到 但是呢外傳說他是不是有找民眾黨的金主來看房 陳佩琪也在文中否認 不過也讓這個金流爭議持續延燒 以上就是我們在市場掌握到的最新狀況